今天我要做这个很特别的 你们看这是什么 甜甜圈虾滑 真的是好吃咯 材料也是很简单 你们可以截图起来 首先准备一包虾滑 如果你们要吃多 你们就准备多 又或者是你们要准备新鲜的 也是可以的 新鲜的你们就要自己调味料咯 这个已经有味道了 然后我们可以加入一点 这个萝卜碎 还有这个青葱 然后就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简单 戴上这个手套 然后我们就搓一粒粒圆圆的 大小就是看你们自己喜欢 要挤大粒 你们就弄挤大粒咯 然后我们再沾上这个面包糠 甜甜圈的形状就出来了 有没有看到 又或者是你们搓一粒鲜 然后沾上面包糠 再把它中间再挖一个洞 这样子比较容易弄啦 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弄一点啦 就重复的动作 就把它做完就可以了 大小是个人喜欢 我觉得弄小小粒是比较容易吃啦 等一下我孩子放学回来就可以吃了 这些面包糠 搞定了 其实这个面包糠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白色 一个是橙色的 烘焙店都有的买 先烧热那个油 这个油我没有放很多 因为我不是炸很多 然后你们看到有少许的泡泡了 就可以放下去炸了 做小粒也是有好处的 就是不用用这么多油 省油啊 然后你们记得不要开太大火 太大火它就会很快黑掉 我的火太大了 有点黑 所以温馨提醒一下 就是用小火慢慢的炸它就可以了 再过去炸绿 好了可以了 我把它绕起来 我把它绕起来 好 好了可以了 还有两粒 我继续的炸它 我现在用小火慢慢的炸,炸金黄色,这个就没了 简单就完成了,你们可以挤上你们喜欢吃的酱,这个是沙拉酱 这个是番茄酱,你们要放辣椒酱也是ok的,也是好吃的,或者是太湿的辣椒也是可以的 简单又好吃的这个甜甜圈下滑就完成了